Hello, 有我飛俠 那就是All-Star Weekend 其實大家都很懷念 Kobe Bryant 當年 究竟一直在All-Star 當年最經典是對Michael Jordan 的年代 其實很多很多不同的片段 我都有些印象 今天純粹跟大家講一下 我找一些Kobe 10、11 比較特別的款式 跟大家一齊欣賞一下 到這個時候 都是純粹在我懷念 其實這一對10代 當時 不是那麼難買 10代當年因為很貴 好像1599 長期都一直住1599 當年的1599 其實都很貴 其實我好像也是在街鋪買的 不是在什麼買 在街鋪都 不是隨意買到 但是不難買到 這隻就是Christmas colorway 當時其實不太受歡迎 其實其他款式就快點 按爆 我自己已經很喜歡Kobe系列 所以一直都有入手 這些不同的東西 這隻款 就是Christmas colorway 就是其中一隻 其實它是黑色、紅色的設計 分一半 其實我現在賣 很難找得到 但其實 當時我已經覺得很帥 但人們好像都漠視了它的存在 黑色、紅色、金色的 你看看 現在求是一雙鞋 做這樣的設定 都貴到暈 你可以看到這個底部份 其實這個應該是ZOOM 應該是吧 這個Kobe的標誌 整雙鞋 真的外觀設計 其實10代我覺得是挺漂亮的 而且它的鋪法真是低 當時的性能來講 真的非常之一流 另外一隻 我覺得特別一點 就是這雙 Opening Night Opening Night 也是 多時都是在街上隨意買到的 又不用什麼 其實都挺厲害的 那些鞋子 這麼多年 都不算老化得特別重要 我也覺得挺神奇的 這幾雙鞋 純粹說外觀 其實紫色 我覺得都是很代表Kobe 因為它在Naked 其實都打足這麼多年 打足20年 所以它所有的紫色系列 我覺得都有一種另外 反而它沒有什麼黃色的 它是紫色系列多 就是你會覺得Kobe 紫金軍團更加紫色 好像更加代表到它的系列多些 因為我也不覺得 有什麼特別黃色的鞋款 但是我之後也會說 另一雙黃色的鞋款 但是這雙 就是Opening Night 它在這個 這個鞋鞋裡 就會有一個標誌 我其實 已經沒有特意去查 是怎樣 應該是這些 軍隊的標誌 還是那些 海軍陸軍 什麼空軍的標誌 跟其他款有些不同 一般的款 都會用回 這個 媽媽的標誌 但是這一款 就特意用了第二個 標誌的設計 有幾顆星 應該是軍隊設計 應該是空軍的 我猜了 我沒有特意去查 究竟是什麼 純粹顏色來說 就是紫色 但是當年 這個紫色 是沒有我之前曾經拍過 給大家的那一隊 沒有Flyny的紫色 那麼熱的 不是真的超難買 我印象中 就記得不是超難買 另外 就去到 去到什麼 11 11 一隊 大家一定會知道是什麼 另一隊 就可能不太知道 是什麼 這隊 就是李小龍 其實 Bruce Lee系列 除了在Kobe之外 在Kairi 也有出的 你會看到 黃色黑色 再加上 手爪 的血印 就知道 Bruce Lee系列 Kobe 也有Bruce Lee系列 不是每隻 不是代代 亦不是每隻款 這款 Kobe11 就有Crossover 有Bruce Lee系列 當年也是很可愛 亦不是特別 難買 特別受歡迎 因為他Bruce Lee 應該是趁著其他 鞋款 一起出 我記得 他是 好像買到 要減價 當時 很嚴峻 Bruce Lee系列 一個全黃色的面 其實全部Fly Lee 的設計都一樣 通常他的特色 就是在利 或者在後肘 這個位置 做一些不同的花款 告訴他 是不同的款 整體來說 這個Fly Lee 其實這一隊 Fly Lee 是便宜過 10代Fly Lee 100元的當時 但是 因為當 設計 這一款 都是做 後掌 Zoom 前面就沒有 那時候 大家很追求 如何可以有 全掌 Zoom 就有ID 可以做這件事 ID要加兩百元 港幣 加兩百元港幣 就可以做 全掌Zoom 你看看 全掌Zoom的設計 其實這一款 就是他 在ID上的特別色 彩虹色 而當時 Kai V2 亦都有一款 ID 可以做彩虹色 我覺得 Kai V2 的彩虹色 比這隻 不過 當年都很喜歡 Kobi 做彩虹色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其實 當然是彩虹色 本身是什麼 銀剔 自己設定 鞋底 鞋繩 現在都有的 其實鞋繩 可以選一些 銀點 那些 花巧設定 這些 Oreo 的碎點 所有的設定 都可以做 但是 又很有趣 當時這隻ID 又不是那麼受歡迎 沒有什麼人 特別去做了 很多人為一個 Kobi 很多人為一個 全長Zoom 去做Kobi 但是 純粹 這隻彩虹 Colorway 亦都不受歡迎 其實這兩隻 我當時 都在街上 嘗試過 已經買到 不是那麼誇張 現在當然 你看到在街上 就死了 排餐死 都不可以 最後 跟大家欣賞 這兩對 這對 我想大家都知道 現在 Orestar 其實 其實我記得 當時 IT4 都經常穿的 I say Thomas 現在 當然 小Thomas 經過很多傷患之後 已經很 怎樣說 其實他不是打得差 但他本身的弱點太大 身高 變成5打4 防守問題太嚴峻 所以攻擊力幾強都沒什麼用 但其實他當時在打波斯頓 真的很勇猛 這個有 無用置疑 又不是什麼叫IT4 第四節次都發揮 但 亦都是因為波斯頓 這個Brad Stevens 度身訂做了很多 一些 即是怎樣說 他不斷擔當去 screen out 給他發揮的戰術 而其他隊 其實是用不了 一 又不會故意為一個矮仔 去做那麼多戰術 二 就是 他亦都融入不了 第二個體系的戰術 即是他本身的打法 太局限了 因為他的戰術體系 所以 你沒有可以構成 這麼嚴密的防守 以及他需要一個 極多好的防守球員 他才可以組織到 即是可以組成到 圍繞他的體系發展 而如果他當時要頂身 去給他 而有這麼多限制 我覺得波斯頓的trade走他 都是無可口非的 當然以忠誠度來說 trade走他 當然是被人摸到暈了 後來trade走他的 他的決定也不太成功 因為Kairi 亦都不太融入到球隊 但是 純粹全面性 身高的缺陷 Kairi 是好一點 但是 Kairi的防守 亦都是很麻煩 這個又是很有趣的 因為Kairi的防守聯盟 都排到很後 所以除了華麗的進攻之外 Kairi的防守亦都是弱的 換對Kairi的防守聯盟 可能真的會比較完整一點 而整隊波斯頓 我想 有Tatum Smart 那堆 已經慢慢上位的球員 加上Gordon Heywood 大波這個打法 雖然 我覺得未至於增標 但長期也算是很有力的奪標分子 未至於 我贏就贏 其他隊那麼厲害 但是 他的組合 其實可數性都很高 而當時 他也會穿這對Kobe All Star All Star 特別在鞋底 鞋底 就像一些 極光綠加 黑色的間挑紋 亦都只是沿用一個 單的後掌 鞋面方面 亦都是一個 Hard Cross Over Look 如何分到他 你知 All Star 就是這堆 有幾多顆星 可能代表他出場幾次 不是的 也不是那麼多 應該是 All Star 這個MARK 就不同 這個有個 標誌 其實可能真的代表他 我都不記得當時 當時出了幾次場 但是 這個標誌 就是為All Star而設 這個 就是Kobe 當時最後一代 的 真的 穿 就是 還是On Court 穿的 Signature Suisse 最後的後掌位置 會有一個簽名的 樣子 其實 這個位置 其實 我也想跟大家一起看多一次 這個位置的設計 都幾 幾美 我沒有考究過 他這堆東西 當時更加不會考究 他這堆東西 有什麼含意 因為一對球鞋裡面 他當然是做了很多不同 代表自己的意義 我也沒有什麼特別 檢查他含意 只知道鞋舌不同了 之後我慢慢 可能有空去看看 究竟這一堆星 是否代表他出場了幾多次 All Star 應該就是 我猜 因為這麼多顆 但這個就未必 這個應該可能是 出場了幾多次 這個 現在應該都幾難搞 幾難買 另外其實也是那句 這對 雖然在鞋款上 沒有特別 但是 紫色始終是代表了 這個 Coby 和Nickers 那種緊密的關係 所以 最後 我就找這對 好像無關痛癒的紫色 做了一個作結 這些就是其中一些 我一直收藏的系列 還有一點 不過我覺得 這幾款就比較 特別的 有趣的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大家一起懷面一下 以後出的Coby系列 就未必 不知道精神狀態 是不是好像 都有Coby 在那裡 那大家再看 那Anyway 是薄荷 是薄荷色 Mine Colorway 對 飛入少了又亂入了 Anyway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一下 他的頻道 這樣大家收到相關資訊 拜拜 拜拜 你不做補充 你不做補充 他要做補充 拜拜